肖深刻的旧熟 十六 作者斯蒂芬金 译者诗济清 赵永芬 齐若兰 朗读者圣患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故事还能继续写下去 但我现在坐在桌前 再补充个三四页 这次是用新本子写的 这本子是我从店里买来的 是我走进波特兰国会街的 一家店里买来的 原本以为 我在1976年 一个阴沉的一月天 已经把这个故事写完了 但现在是1977年五月 我正坐在波特兰 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 为这个故事添增心业 窗子是敞开的 不时传来外面车子的喧嚣声 震耳欲聋 也挺吓人的 我不断看着窗子 确定上面没有装铁栅栏 我晚上常常睡不好 因为尽管房租很便宜 这个床对我来说 仍然太大 也太豪华了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便惊醒了 感到茫然和害怕 我常做噩梦 重获自由的感觉 就好像自由落体骤然下降一样 让人既害怕又兴奋 我是怎么了 你还猜不到吗 他们获准我假释了 经过38年一次次的听证会 和一次次驳回 我的假释申请终于获准了 我猜他们放我出来的主要原因是 我已经58岁了 如此高龄 不太可能再为非作歹了 我差一点就把你们刚刚读到的故事烧掉 他们会详细搜查即将假释的囚犯 就好像搜查 新进犯人一样仔细 我的回忆录中所包含的爆炸性资料 足以让我再坐六到八年的牢 除此之外 里面还记载了我猜测的安迪的去处 墨西哥警察将会很乐意和美国警方合作 而我不希望到头来牺牲安迪来获取自己的自由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放弃这么辛苦写好的故事 这时候我记起安迪当初是怎么把五百美金偷渡进监狱的 于是我把这几页故事以同样方法偷渡出去 为了保险起见 我很小心地重写了提到齐华坦尼河的那几页 因此即使这篇故事被搜出来 我得回去坐牢 警察也会到壁鲁海边 一个叫拉斯因楚德的小镇去搜寻安迪 贾市委员替我在南波特兰一家超级市场 找了个仓库助理的差事 也就是说 我成为年纪很大的刨腿伙计 你知道 会刨腿打杂的人基本上只有两种 要不就是年纪很轻 要不就是年纪很大 但不管你属于哪一种 从来没有客人会正眼瞧你 如果你曾经在史布鲁斯超市买过东西 我说不定还曾经帮你把买好的东西 从手推车中拿出来放到车上 但是你得在1977年三四月间到那里买东西才碰得到我 因为我只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起初我根本不认为自己能适应外面的世界 我把监狱描绘成外面社会的缩影 但完全没料到外面的世界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人们走路和讲话的速度都变快了 连说话都更大声 我一时之间很难适应这一切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 就拿女人来说吧 近四十年的牢狱生涯 我几乎已经忘记女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突然之间 我工作的地方充满了女人 老女人 怀孕的女人 以及骨瘦如柴 不穿胸罩 乳头隐隐突出的女人 等等形形色色的女人 我发现自己走在街上 常常忍不住起生理反应 只有在心里暗暗诅咒自己 是脏老头 上厕所是另一件我不能适应的事 当我想上厕所的时候 我老是有一股强烈的冲动 想去请求上司准我上厕所 我每次都忍得很辛苦 才没有这么做 心里晓得 在这个光明的外面世界里 想上厕所的话 随时都可以去 关在牢中多年后 每次上厕所都要先向离得最近的警卫报告 一旦疏忽 就要关两天禁闭 因此出狱后 尽管知道不必再试试报告 但心里知道是一回事 要完全适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上司不喜欢我 他是个年轻人 二十六七岁 我可以看出在他眼中 我像只爬到面前起连 惹人厌的老赖皮狗 其实连我自己都厌恶自己 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 我真想告诉他 年轻人 这是在监狱里过了大半辈子的结果 在牢里 每个有权的人都变成你的主子 而你就成为主子身边的一条狗 或许你也知道自己是一条狗 但是反正其他犯人也都是狗 似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然而在外面世界的差别可大了 但我无法让这么年轻的人体会我的感受 他是绝不会了解的 连我的假释官都无法了解我的感受 我每周都要向假释官报道 他是个退伍军人 有一把大红胡子 一箩筐的波兰人笑话 每周见我五分钟 每次说完波兰人笑话后 他就问 雷德 没去酒吧鬼混吧 我答说没有 咱们便下周再见了 还有收音机播的音乐 我入狱前 大乐团演奏的爵士乐才刚刚开始流行 而现在每首歌仿佛都在谈性爱 路上车子这么多 每次过街时 我都心惊肉跳 捏一把冷汗 反正每件事都很奇怪 都令人害怕 我开始想 是不是应该再干点坏事 好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去 如果你是假释范 几乎任何一点小错 都可能把你再送进监牢 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 但我的确开始想 要不要在超市偷点钱 或顺手牵羊 然后就可以回到那个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 至少一天下来 你很清楚 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是认识安迪的话 我很可能就这么做了 但一想到 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 多年来很有耐性地 用那个小石锤 在水泥上悄悄打打 只是为了换取自由 我就不禁感到惭愧 于是便打消那个念头 或许你也可以说 他想重获自由的理由比我丰富 他拥有一个新身份 他也有很多钱 但是你也知道 这么说是不对的 因为他并不能确定 新身份依然存在 如果他没有办法换个新身份 自然也拿不到那笔钱了 不 他追求的单纯是那份自由 如果我把来之不易的自由 随便抛弃 那无疑是当着安迪的面 唾弃他辛辛苦苦换回来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在休假时搭便车 来到巴克斯登小镇 那是1977年4月初的事了 初春的田野 雪刚刚开始融化 天气也刚暖和起来 棒球队北上展开新球技 我每次去的时候 口袋中都带着一个罗盘 我想起了安迪说的话 在巴克斯登镇北边 有一大片牧草地 在牧草地的北边有一面石墙 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 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 你会说 这还真是愚蠢的行为 像巴克斯登这样的乡下地方 会有多少牧草地 五十 一百 说不定比这还要多 即使我真的找到了 也不见得认得出来 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 那块黑色的火山岩玻璃 或更可能的情况是 安迪把那块玻璃放进口袋里 带走了 所以我同意你的话 我这些举动还真是愚蠢行为 毫无疑问 更何况对一个假师范来说 这趟旅行无疑是一大冒险 因为不少牧草地上都竖着 不许践踏的牌子 你要是勿踏进去一步 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我真傻 但是花了二十七年的光阴 在混凝土墙中悄悄打打 也同样傻 不过既然我现在 不再是监狱里那个 什么都弄得到手的万事通 只是个刨腿打杂的人 有件事情做做 让我暂时忘掉 出狱后的新生活也好 而我的嗜好 就是寻找安迪藏钥匙的石头 所以我经常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 走在路上 听着鸟叫 看着潺潺流水 查看溶雪后露出的空瓶子 全都是无法退瓶 没用的瓶子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 比起我入狱之前 现在的世界似乎变得挥霍无度 然后继续寻找那片牧草地 路旁有不少牧场 大多数都立刻可以从名单中删除 有的没有石墙 有的有石墙 方向却不对 无论如何 我还是在那些牧草地上走走 在乡下走走很舒服 在这些时候 我才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宁静 有一次 有一条老狗一直跟着我 还有一次 我看到了一条路 然后到了4月23日 即使我再活个58年 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那是个疑人的星期六下午 我走着走着 在桥上垂吊的男孩告诉我 这条路叫老史密斯路 这时已经中午了 我打开带来的午餐袋子 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吃起来 吃完后 小心把垃圾清理干净 这是爸爸在我和那个男孩 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教我的规矩 走到大约两点钟左右 在我左边出现一大片草地 草地尽头有一堵墙 一直往西北方向延伸而去 我踩在潮湿的草地上 走向那堵墙 一只松鼠从橡树上 唠唠叨叨地斥责我 距离墙端还有四分之一的路时 我看见那块大石头了 一点也不错 乌黑的玻璃 光亮得像段子一样 是不该出现在 缅因州牧草地的石头 我呆呆地看了很久 有种想哭的感觉 松鼠跟在我后面 依然唠唠叨叨 我的心则砰砰跳个不停 等我情绪稍稍平复后 我走向那块石头 蹲在它旁边 用手摸摸它 它是真的 我拿起石头 不是因为我认为 里面还会藏着任何东西 事实上 我很可能就这么走开了 没有发现石头下的任何东西 我当然也不打算把石头拿走 因为我不认为 我有权利拿走石头 我觉得 把这块石头 从牧草地上拿走 不斥犯了最糟糕的盗窃罪 不 我只不过把石头拿起来 好好摸摸它 感觉一下它的质地 证明这块玻璃石头 的确存在 我看着石头下的东西 许久许久 我的眼睛早就看到了 但是我的脑子得花一点时间 才能真正意识到 是怎么回事 下面赫然放着一个信封 信封很小心地 包在透明的塑料袋中 以避免弄湿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是安迪整齐的字迹 我拿起信封 把石头放回安迪 和他已过世的朋友 原先放置的地方 亲爱的雷德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的话 那表示你也出来了 不管你是怎么出来的 总之 你出来了 如果你已经找到这里 你或许愿意 再往前多走一点路 我想你一定还记得 那个小镇的名字吧 我需要一个好帮手 帮我把业务推上轨道 为我喝一杯 同时好好考虑一下 我会一直留意你的情况 记住 希望是个好东西 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 好东西 永远不会消失的 我希望这封信会找到你 而且找到你的时候 你过得很好 你的朋友 彼得斯蒂芬 我没有当场打开这封信 一阵恐惧袭来 我只希望在别人看到我之前 尽快离开那里 回到自己房间以后 我才打开信来读 楼梯口飘来阵阵老人 煮晚餐的香味 不外乎是些粉面类的食物 美国每个低收入的老人家 晚上几乎都吃这些东西 看完信后 我抱头痛哭起来 信封里还附了20张 新的50元钞票 我现在身在布鲁斯特旅馆 再度成了逃犯 违反假释条例是我的罪名 但是我猜 大概没有警察会大费周章的设置路障 来逮捕这样一个犯人吧 我在想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手上有这份稿子 还有一个行李袋 大小和医生的医药包差不多大 所有的财产都在里面 我有19张50元钞票 4张10元钞票 1张5元钞票 和3张1元钞票 还有一些零钱 我拿一张50元钞票 去买了这本笔记本 和一包烟 我还在想 我该怎么办 但毫无疑问 只有两条路可走 使劲活下去 或使劲找死 首先 我要把这份手稿 放回行李袋 然后我要把袋子扣上 拿起外套 走下楼去 结账 离开这家廉价旅馆 然后 我要走进一家酒吧 把一张五元钞票 放在酒保面前 要他给我来两杯威士忌 一杯给我自己 一杯给安迪 这将是我从1938年 入狱以来 第一次 以自由人的身份喝酒 喝完后 我会给酒保一元小费 好好谢谢他 离开酒吧后 我便走向灰狗巴士站 买一张经由纽约 到埃尔帕索的车票 到了埃尔帕索之后 再买一张车票 到麦克纳里 等我到了麦克纳里后 我猜我会想想办法 看看像我这样的老骗子 能否找机会跨过边境 进入墨西哥 我当然记得 那个小镇的名字 齐华坦尼河 这名字太美了 令人忘不了 我发现自己兴奋莫名 颤抖的手几乎握不住笔 我想 唯有自由人 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 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 奔向不确定的未来 我希望安迪在那儿 我希望我能成功跨越美墨边界 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 和他握握手 我希望 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 一样蔚蓝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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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